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我的家乡了吧 您东北的 今天我算是主场了吧 对 对不对 来到我的家乡了 这都是我们的亲人们啊 对不对 亲人们 那个客人来了 是不是有点东北人的夜情啊 好点 受宠若敬 是吧 你看我们的热情也表达完了 这个给那个所有的朋友们 来 上果盘 算卢云平的账上 不是不是 为什么呀 你看我们都表达完 热情了 您不得还我礼啊 我说主人您客人 来主人家有空手来的吗 不得拎点果盘啥的吗 哦 对不对 对 能空手来吗 说的确实对 不是 但是吧 这人太多了 就我挣这点钱的 都买了果盘 我就白来了 你看你看 要不说那个总队长 其实挺抠的啊 没关系各位啊 保证您能吃上 就让您果盘继续上服务员啊 算那个我师父的账上 哎 过劳可以 过劳可以 我师父不会给他画一道吧 嗯 我师父会不高兴的 我也不至于 确实那个算了 果盘确实挺贵的 给他们上点瓜子得了 瓜子比果盘还贵 好 服务员停 什么都不要上了 对不对 什么没有了 对对对 那个呼吸点空气得了 哈尔滨的空气得被清新 这这确实优点 请您呼吸呼吸空气 好好好 对不对 来到东北了 说两句话啊 这个鸾哥 鸾云平啊都认识吧 认识 哎呦 谢谢您 谢谢您 确实啊 确实你的观众已经都来了 一二三四五位 那么 有 有我就不错 确实来说 毕竟来说很少来东北吧 对 能感觉到 来了一般都是工作 哎 因为这儿没分社 到了东北 到这儿来说也没长逛逛 没有 对这儿的文化方面也不熟悉 那肯定不如你啊 对了 今天来的人为什么 说你看你的观众少的 我都我都是亲人啊 不知道说什么呀 不知道问哪儿去 到了东北来说吧 我最起码得给你 简单普及一下 东北的文化 好啊 哎 这得跟您学 有一句老话啊 嗯 在东北叫一山 一山不容二虎啊 是 不说很少来东北吗 这不是什么东北话啊 这吧 那二山 二山不如四虎 二山得六啊 哦 您这是算数 三山 三山得九 三山来尺 不是 您这完全是方言呢 方言嘛 你多少得会点 嗯 哎 我先考考你 考 东北方言一级 一级啊 一级 嗯 哎 这个 夏无鹏 这是句话吗 方言啊 夏无鹏 有知道的吗 有 是我是不是走错了 有知道的是吗 你别糊弄我 这真是东北方言嘛 对 哦 哦 我不知道 夏无鹏不知道吗 什么意思 仓房 你看 哦 仓房 仓房 哎 比较难点的啊 外屋地 这是外屋那地上 肤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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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应该什么意思 外屋地 厨房 厨房 哦 哎 哎 哎 那个 那个 抗秦 抗上有秦 抗上有秦 我跟你说 抗秦就比较难了 要没有 在不在东北待五十年 基本上不知道这个词 还得待五十年 抗上的 抗秦就是什么呀 抗上装备货的 一个柜子 哦 叫抗秦 抗秦 这都是东北话 哎 四级的啊 嗯 猫楼 这是猫房 啊 你这么直接跳级了 不是跳级 我也不能憋死 哦 对对对 忘了 他在东北也上过厕所 这也太像普通话了 这也太知道 你像说更男的 埋里固胎的 巴拉克基的 哦 雾学圈的 破马张飞的 都比较难 这都是东北话 对了 在东北来说啊 比方言来说 哎 你说颜色 都特别有画面感 是吗 比如说要说 黑色 秋黑秋黑一点 白色 撒白撒白的 红 透红 透红的 黄 焦黄 焦黄的 蓝 华蓝 华蓝的 要说这颜色 比如赤城黄绿青蓝子 它搁一块了 怎么形容 花里火哨的 他老有的说 哎 在我们这儿就是 你这个颜色 我教不出来 啥玩意儿 花里火哨的啊 哦 都是这样 这词合适 对了 所以说你和我们 有自己的方言 而且你发现啊 很文艺的语言 到我们东北来讲啊 它都会 都会被演绎成 另一种感觉 是吗 比方说一段话啊 就因为你的不好 我才留在你的身边 与你相依相味 白头到老 多好 哎 这是多文艺啊 到东北话就变了 要东北话说这几句 东话 你瞅你那死处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都没人搭理你 也就我跟你在一块啊 对不过 我还能离啊 啥玩意儿 啥也不是 不是 他照样有他特点 他有接地气 他有幽默 你看这个幽默 就体现在这了 语言方面 好多差异啊 还有 比方说啊 你看南方 你走吗 这词是你知道吗 东北你走不 他就改音了 南方这样子 这样子 东北这样子 全东北话 他旁边幸亏战罗云兵 要不这俩人得飞起来 行 好假 那是 需要什么意味啊 给鸾云兵加一道 而且东北人 你不知道注意没有啊 还有 特别的谦虚 这是优点啊 有礼貌 是吧 就是说干什么事 都征求对方的意见 是吗 比方说 你举个例子 我削你 你信不 他先问信不信 我就骂你了 怎么地吧 你打我一下试试 是 我是不是给你脸了 我穿你了 我错了行吗 他这还扩去呢 确实 他能征求你的意见 这下好疼啊 好痛啊 没事没事 在那边 下手很重啊 来说这是德云副总 不敢跟人这么说话 为什么来说 在东北了 我能敢跟你这么说话吗 到这儿来说 首先来 八点还八点不来的 就快得了吧 咱先说到东北了 首先请你吃个饭 好啊 尽尽地主之一 对 想吃什么跟我说 那就吃点特色 特色 东北菜 东北菜 第三心 好 锅包肉 溜肉段 杀猪菜 猪肉炖粉条 酸菜大骨头 铁锅炖大鹅 小筋炖蘑菇 蘸酱菜 胡地瓜 吃完以后不想家 来香大小花 兄弟带你勇闯 他这玩意一套一套 对啊 确实好吃的也很多 喝酒嘛 都得爱喝这个 对 都得点好菜 爱喝吗 爱喝 而且在东北喝酒 特别爱喝 大碗 大口吃肉 大碗喝酒 这是好 性格的体现 是是是 而且东北喝酒来说 这个酒桌上 这个几句话 都能体现出来 是吗 比方说吧 这什么丢人啊 随和啊 都在这几句话里 都有 哦 你比如说这 诱惑 诱惑 对 最诱惑的句话 来啊 透一透 哦 随和 皮特白的都行 这确实随和 要是丢人呢 丢人 请你喝一半吧 相比他就丢人了 对 在酒桌上来说 我们就是你们 这豪爽 实在 是 拒绝偷奸耍花 对对对 活挺规矩 这活 其实贺伦也值当的 给一个 是吧 给贺伦也值当的 设计的不错 设计的挺好 而且主角配角 融到这么个里边 对 到当地这 挺好 最能代表 东北人性格 我觉得是一种动物 动物 你知道吗 那东北的 肯定出东北虎 刚武松碧虎那个 是吧 可以啊 东北虎 他说的真对 是 东北虎能代表 我们性格 霸戏 而且直接 首先说 你看过东北虎吗 我看过呀 看过 在哪看过 这哈尔比不是 虎猿吗 你说这动猿的 有一天啊 你要说六弯的时候 你遇见野生东北虎了 我上哪儿六弯 我能碰见 还野生的东北虎 这是东北虎六弯 我六弯 你万一你遇见呢 我们那遇见的 遇不见 你走丢了 来东北你说 你平常你爱溜弯吧 走丢了 走森林里了 现在都有野生的 行 遇见东北虎 你要想怎么活下来 我教你啊 比如说我要遇着老虎 我怎么办 对了 我教你 首先说你不要跟他直视 对 你要看他 他以为你要攻击你呢 对 他说你瞅啥 没话 对 他以为你要 是 他以为你彼此攻击呢 首先说你也不能跑 我还不能跑 你跑不过他呀 我就两条腿 他四条 我学着 跑不过他 对不对 是这不太 他说你要想活下来 听我的 把你媳妇叫了 叫我媳妇管什么呀 母老虎 真遇上这怎么办 真遇上 听我的 救过老虎叫爸爸 我认老虎当爸爸 对了 那道理在哪 因为虎毒不食子 你这也太救活了 长得也不像 跟你开一玩笑 嗯 这周杰台说 在这很少能遇见 嗯 而且说呢 东北虎啊 这都是我们这儿的文化 而且我们这儿的一个宝贝 这标志 对 你发现来到东北 语言啊 饮食啊 喝酒啊 动物都能体现出 我们东北的文化 对 而且我们东北人 有自己的性格 这儿好 对 我们东北人的性格 就是豪迈 直爽 对 热情 大方 那时候 我热爱我的家乡 嗯 这里山清水秀 鸟语花乡 有人说了 像你这样热爱 自己家乡的人少了 很多年轻人 都走出了这里 去了大城市 其实我觉得 这话不对 他们只有走出这里的勇气 才有回来振兴家乡的实力 我们出生在这里 爱着这片土地 因为这片土地 成就了我们今天 直爽幽默的性格 我们的性格就是 我们从来不惹事 但是有了事 我们也不怕事 我们的人生格言是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要犯我 摆出战斗姿势 盯紧目标 手插兜 你跟谁俩的 我像你哪个朋友 哈哈 哈哈 哈哈